很香 大家就不要用JOMALON了 已經過氣了 就是這樣講講話 開玩笑的啦 哈囉各位iStyl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一起來完美啦 2020年過去了 我們用了這麼多的保養品 到底哪些是專家 跟編輯心目中最好用的產品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要來做 空空賞 讓我們歡迎冠妮老師跟凱凱老師 耶 大家好 老師 我們對於呢 2020年你們用下來的保養品 有什麼樣的心得呢 我們先請觀念老師來講講看 呃 如果用一句話來形容的話 不用一句話啦 一個單字就好了 就是簡單 對 我發現我用的東西越來越簡單 然後我只會強調說肌膚需要的 或者是你生活模式上面需要的 這樣就好了 像我的話呢 我會著重在保濕 因為我覺得可能年紀漸長 就是需要很多的保濕 對 我自己個人也是保濕跟 抗敏的東西 我覺得 對 有回看得出來 尤其2020年大家都戴口罩 長期戴口罩 所以我覺得這兩點非常的重要 對 那到底我們的空空賞跟 澳澳賞是什麼呢 我們馬上來介紹給大家喔 老師 你今年的空空賞 你自己最滿意的 我們來花個幾分鐘來介紹一下 我要推薦的就是這個德國的漱口水 這個漱口水 它已經有144年的歷史了 它裡面的話就是用一些像 鼠尾草啦 洋柑橘啦 薄荷 那個草本的成分嘛 它用量非常省 你一次只要大概3滴到5滴 加水稀釋就可以了 然後另外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對 伊莉莎白亞頓的玫瑰抗衡 對 它是精華嗎 膠囊 膠囊 對 伊莎白亞頓的膠囊 我都全部我都超級喜歡 因為它們都有添加分子釘 那你會覺得就是添加分子釘的產品 對於肌膚的那個效果 保養效果真的非常好 那這款那個玫瑰抗衡 因為它是A醇 A醇對於提拉的部分就很好 而且我很喜歡那種就是一次定量 一次就是一顆用量的東西 對 然後你就是一次就是一顆的量 然後 而且它每一顆都是隔絕空氣的 你打開的時候它在最新鮮 然後因為史車菊 它就是眼睛的醫生嘛 那它有個小名 它就是小美人魚的深邃藍眼睛 就是這個植物 本來是藍色白色分離的 它你就算滲到眼睛 它完全不會有感覺 然後卸妝效果很好 眼唇卸妝這個我很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這個阿元的牙膏 你也愛的 我跟你講就是牙膏 很多都喜歡這個 牙膏這種東西啊 畢竟它是不小心會吃進身體裡面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開始注重牙膏的成分 然後阿元他們家的牙膏就是成分非常單純 對然後這個是檜木的 這個是艾草的 裡面都添加了精油 檜木精油跟艾草精油 然後檜木的部分 它就是能夠修護牙齦的那個敏感 然後如果說你的牙齦已經有出現容易流血的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用艾草 因為它還添加了那個維他命E 這兩罐都是已經用完了 還要再去補貨 這個是美國有機超市推出的 椰子油的護髮膜 但是它只要護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而且它那個椰子味啊 你會很想舔 很想舔兩口 很椰 非常椰 會很想舔兩口 然後它裡面除了有椰子油之外 還有維他命E 然後還有像乳木果油 所以它只要護大概每天就是三到五分鐘的時間 你就當作是已經有護髮的效果了 髮膜的效果 這個我超愛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Malvita的這個 粉紅胡椒的那個去角質凝露 去角質凝膠 然後因為粉紅胡椒 你知道就對於那個body的那個你知道 曲線 對曲線的部分很有幫助嘛 那它裡面有粉紅胡椒的兩倍 那另外它的那個顆粒啊 是用那個堅果仁的那個碎碎 然後還有那個蔗糖 然後我覺得最棒的是 你不用另外再花時間去角質 因為它會產生泡泡 所以你就當作洗澡的時候 順便去角質的功能 然後最後一瓶呢 就是RMK的 換膚美肌露 就是紓壓板的成分 是專門針對換季敏感性的膚質 所以它裡面除了香味很棒之外 它的成分主要也是針對 能夠讓你在換季的過程當中 肌膚能夠變得更健康 對然後我就發現說 我今年用的東西其實都還蠻偏 健康啦天然啦 老品牌啦 明星商品啦 對都是像這樣的東西 對我個人就是持續 明年還是會一直愛用它們 今年就是非常很喜歡有幾個東西 然後像我先從洗臉開始好了 像這一罐啊 就我很喜歡Julie Code的 它是舒敏的一個潔膚乳 然後它潔膚乳為什麼我很喜歡 是因為它本身啊 沒什麼泡沫 就譬如說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喜歡用沒有泡沫的 因為這樣子你就譬如 沒那麼傷心 對對對我覺得啦 然後而且前一天晚上可能 你用了很多保養品 然後現在又用洗臉乳 就直接把它洗掉 有點可惜 所以 譬如說敏感的時候啊 或者是早上起來 我就會用這一罐 然後再來呢就是精華 精華的話呢 我就會用這兩罐 一個是小紅瓶 一個小黑瓶 這個我也用完過 對啊 這兩個都前面 你看都用到光 然後這兩個呢 我覺得差別在於 一個是比較強調 讓你的肌膚呢 會有抵抗力 然後一個是比較有修護力 所以我通常會交替使用 就譬如說有時候晚上是用它 有時候晚上是用它 不一定這樣 然後再來呢就是 我很喜歡這個 阿媽尼的黑藥鹽的保濕乳 但他們現在已經絕版了 這是已經用完了 然後就把它拿出來 但我很喜歡 對我很喜歡 但他們現在有出新的 也是保濕乳 但是是不同的 那它這個黑藥鹽 是用他們的最明星商品的成分 對去做的 我跟你講我最近用到這一罐 不得了 不得了 對 這真的是我用過 最好用的化妝水 真假 你用看看 好 你看它是水狀的喔 水喔 然後你擠出來 好你自己 超潤 它也微微的有點濃稠 但是它不是那種 勾勾的那種化妝水 它很潤 真的非常潤 然後再來呢就是 子怨草 它可以抗你 就比如說你頭皮比較敏感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 像你比如說冬天 像現在換季啊 很多人就開始有敏感的問題 我就覺得蠻適合用子怨草的 另外一個比較有名的就是 五號精油 對五號精油 那那個比較強烈一點 我覺得像五號精油 比較適合夏天 然後冬天的話 我覺得子怨草是很不錯的 然後它這邊有油水分離 然後在用的時候可以搖一下 對然後比較有一點柑橘味 淡淡的柑橘味 我覺得很好聞 很舒服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洗髮精 那洗髮精的話 蠻推薦這兩罐的 這兩罐是我很喜歡 最近很喜歡的 那這個是卡斯的草本 純粹洗髮精 然後這個的話 蠻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卡斯 那一部分都講求科技 所以它很少出到草本 我第一次看到他們家 有出草本 然後它這草本有97%的成分 所以像我去海邊 或者是我去國外 那種海島旅行的時候 有一些地方 因為他們的 他們的那個 水的設備不是那麼好 就是他們可能是 直接把水排到海裡 它就可以使用 它是可以生物分解的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 如果你要出國 去海島國家用的話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Cicely的 它的這個洗髮精 這洗髮精很厲害 你看它的洗髮精 是有點像精華液一樣這樣 它這個用起來 很特別的地方 是它用完之後啊 你的頭皮不只保濕 而且你頭髮 一點都不乾 然後同時 又不會讓你很快出油 這是我很喜歡他們家的 洗髮精的原因之一 那同時呢 它的成分也很單純 然後味道呢 其實很舒服 它的味道就是 三茶花的味道 所以聞起來是 非常非常的清爽 很舒服的 好 我今天空空嗓就是這一些 還有一罐 對這一罐 我們兩個超時 這麼大的罐 你看我可以用到這樣子 一定很愛 我們剛剛有偷用了一下 對 這一罐啊就是 艾瑪士的大帝 那其實 很香 大家就不要用JOMALONE了 已經過氣了 就是 這樣講得不好 開玩笑的啦 沒有我的意思就是說 JOMALONE已經很多人用了 那我們可以換一個 對啦比較容易撞香 對 那我們可以換一個其他的嘛 如果說你喜歡男生 有一點清新的味道的話 飛虎啊 蛤 算了啦沒關係啦 就是大家 我相信我加很多JOMALONE 我跟你講真的 我只是想說 推薦一個不一樣的東西給大家 對是是是 對那艾瑪士的這個大帝 是我還蠻推薦的 就是如果說你想要 帶一點清新感 那它本身的是一點木質調 但它噴完的時候 其實它的 它的柑橘味是很濃郁的 最後輪到我來分享 好 編輯 代表編輯的 所以我編輯能用完更厲害 真的 真的 編輯的公關品跟不得了的多讓 因為我們要一直試用 可是真的用到 像有的我用不適合 我可能就會默默放在旁邊 或是又送我送 真的用到空的 就是我真心 哇 這罐我已經用完兩罐 麻梨木卸妝膏 這大家都知道 它放的 它真的就是味道發現 非常 就是會讓你愛上卸妝 愛上卸妝 就是在卸妝的時候 也是一種療癒的感覺 非常療癒 可是它的就是價錢有點 不親民是不是 對 比較令人 因為卸妝是每天都要卸的 而且原來也不少 對 所以我基本上會用它 然後搭配其他的 就是你知道 需要療癒的一下 用一下 就趁中年輕的時候可以少過 每天都用它會有點心痛 OK 懂 這是我最愛用的卸妝 化妝水的部分呢 就是最輕愛用的 很多編輯跟我大推這一罐 這一罐 對啊 對呀 大推 而且這剛推沒多久 你就已經用到快這樣子了 妳有用過嗎 我還沒用過 跟另外一罐交換用 就已經用成這樣 其實已經使用的算滿了 因為最近其實前一陣子有點過敏 它比較有一點 搭配化妝免有一點去角質的效果 另外很愛的 潤燥 卡卡也愛 對我超愛 前導精華 對 所以其實他們有時候就是我會叫替整柚子 這個真的也是非常好有跡象 這是我的救命法寶 就是不穩定的時候 真的就是比了靠它 然後真的就是用了 就覺得它很可愛很平滑 這大概已經 可能 所以它裡面也是有油的質地 沒有 它就是精華 就是精華 對 OK 想要試都沒辦法試 想沒的都沒的試 妳這個用完也很厲害 剛才 FANCO的那一罐 FANCO的限定版 它是有點水分的 對對對 也是粉紅色的 每某一年 應該是去年還前年的限量品吧 嗯 非常好用 就是真的 大推 它很light 我們還一直去逼公關 問公關 你們怎麼把它推成長太平 哦 對 因為大家覺得太好用 因為它就是 它又有點油 就是又夠水 就是水分也非常夠 可是又不會 像這個是那個 膠懶的 金華油 這兩款都是很適合油的初學者 對 而且這也是他們的那個 明星商品 都非常好用 你看 再來是霜的部分呢 霜的部分 這真的是也是他們家明星商品 Cuse的 然後它都那個 我也很愛 假日什麼 節日吧 都有一些可愛的包裝啊 這是聖誕節嘛 對 哦這個 黑玫瑰 黑玫瑰 哇 也都用完耶 乳霜用得完 真的超強 乳霜用得完 它味道是好聞的耶 要認真聽你的話 要認真用乳唇 是 最後的一道封唇 對 一定要好好喝 有 我也都會用 蛇巴雞帥 美滴小舖的 防曬 我跟妳說 怎樣 最品質的是 大家都蠻浮誇的 大家都蠻浮誇的 大家用之前吃都好浮誇 欸 用到完值得浮誇 好 它防曬係數有到50 就最高防曬係數 但是是 妳絕推的原因是因為 清爽 非常的清爽 這款我倒是沒用過 因為就是上妝前最怕 其實會有悶感 對 因為女生又還要再上妝 我又不是吃常防曬嗎 就我真非常討厭那種 Hip Hip 對 被Hip咬的那種感覺 妳知道講屁 我的字幕很難搭 悶悶的感覺 對 悶悶的感覺 對 最討厭 悶悶的感覺 對 可是它完全不會 而且它跟後續的底床 完全不會搭架 所以就是 我非常喜歡這個原因 就非常的清楚 對 我知道蜜邊用東西 也是很挑的 對 超挑的 對 超挑的 以上就是我們2020案用東西 超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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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來進行一個小小的選擇 嗯 好 如果互相交換 有什麼是你明年會想要嘗試的東西呢 好 我來先選凱凱的 好 我想要這個香水 大滴 我想要大滴 大滴是中性的嘛 對 對 中性的 然後再來呢 我想要選那個蜜邊的這一瓶 因為這一瓶我沒用過啊 我沒用過 對 我選這兩個 我選這兩個 想試試看的 那我的話 其實我蠻想要試看看 關於老師的這個 因為我剛剛聞 我覺得非常好聞 對 聞起來是很清新的 本身也蠻喜歡用漱口水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適合我的 那另外一罐的話 我其實就蠻想要用這個 哦 你好愛舒敏的東西 對啊 因為我覺得就是舒敏就比較舒服 就比較不會有刺激或敏感的那種感覺 對 這兩罐是我比較想要試的 那你咧 那你咧 你應該都試過了吧 那什麼沒有 真的沒有 什麼沒有 背體 背體 哦 眼唇卸妝 眼唇卸妝 沒用過 對 我很想試試看 因為就是 有時候卸眼睛用很怕有一些過敏的狀況 對 很刺激嘛 對 對 對 它很不錯 而且能夠讓卸妝老師用到光 我的東西才真厲害 真的 好 然後凱凱的話 哦 這一瓶這一瓶這一瓶 這一瓶真的很厲害 對 這一瓶我也很想試 對 它講得好像是那個天象 不得了 對 掛包剪的 沒買的人真的要買看看來用 我以為說沒買的人是笨蛋 對 對 它講的這樣不用看是不是有點太對不起 是啊 對 對 好 我們看完了2020年的非常精彩的一些 精彩 開始展望 2021 展望 對 就是要有一些新的展望嘛 對 就是2020年的時候其實已經有一些跡象了 對 有很多品牌推出就是洗臉沒有泡泡的東西 2021年啊保養除了很簡單之外啊 那個沒有泡泡的洗臉我覺得會更加的流行 對 對 會一定會流行 好 我們就要看管理老師的預測成不成功 一定準 好 那凱凱呢 那 在2021年啊 其實你會發現 在2020年的時候已經很多的髮品會推出很多 做完在洗髮的時候添加很多保養的成分 那其實2021呢它會延續 那同時呢 你在保養的同時 就是你在洗髮的過程中 它也是相關於老師說越來越簡單 那同時呢 它不管是你的頭髮 髮質會照顧到 那頭皮的部分也同時都會幫你照顧到 欸我發現可以按摩頭皮的護髮的東西變多了 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 它越來越多這種類似的產品出來 對我喜歡這種產品 好啦謝謝兩位老師今天 幫我們精彩的介紹囉 那我們2021年繼續見囉 掰掰